兩張好不好,給兩張 就是跟老師學 你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當然啊 我每個禮拜都有上台北 剛才那個是氣的部分 比較多一點,氣的部分 我本來一直以為說 因為氣這個東西好像比較單獨 好像又不知道現在的人跟他好像沒有 他的關聯,看起來你們有興趣 那有興趣就看緣分 師兄講的,看緣分 他原分到當然就是大家見面切磋 那沒有辦法,反正我們的心是打開的 行為也是打開的 那我覺得啦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同意 身體上的疾病跟你的心有關 那剛才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把心裡面的這些情緒跟五上六腑的連結 就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比較清楚了對不對 他不會很空 因為這個是東方的老祖宗的智慧 那現在啊,請你們做的這個就是說 那我們就去把幾個重點啊 去把它抓回來 就是我們講的情緒本有 而非外在的人事物所引發 好不好 我們來離心這件事情 所以呢,有沒有一個同學要跟我在一起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做示範好不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們會更清楚一點 那要做什麼 好,那就是你好不好 你講一個最近讓你覺得比較不開心的事件 簡單的就好 不開心的事件 對,最近 講出來嗎 對,講出來 不要講秘密喔 如果那個是很隱私的 你就用擦 那你不能從頭擦到尾 但是沒有秘密啦 秘密是存在我的心中 因為在別人都是笑話 那講出來一件 我覺得 不開心的是 對 我老公會抱怨他很累 好 老公會覺得他很累對不對 好 那咱們你有什麼想法嗎 就覺得每個人都很累啊 你為什麼一直在抱怨呢 好 不過前提要講 因為他中風過 為何 為什麼抱怨嘛 對不對 這就是事件 外在的對不對 對 那我們可以覺得說 欸 事件是 看起來很真喔 老公真的在抱怨嘛 好 等一下再來解題 那我們先把它寫完 這個會跟你們手上的單子有關 那 應該你們現在是要搬到這一面來 搬到這一面來 事件 上面有個事件對不對 事件 這個就是事件對不對 外在的 一個讓我覺得不開心的事件 然後呢 中間這個 你為什麼會知道 言耳鼻舌生意 應該是言嘛 對不對 還有耳啊 聽到他說 聽到嘛 對不對 它是我的想法嘛 逸根嘛 這個就是六感的部分 但逆疲疾心疑 對吧 這個都跑不掉 然後呢 引發的情緒是什麼 煩 生氣 煩 好 怒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做一單 做一單 我的老公在抱怨 他很累 然後我看到了 然後我聽到 然後我的感覺很煩 很生氣 這就是做一單 對不對 這個就是做一單 跟你們手上的那個單子的 你們要套進去好不好 有跟上 沒有跟上 問好 我們會說 師姐我現在對你說 請你閉起你的眼睛 放下你的鼻 然後呢 我會對你說 眼耳鼻舌生意 色香味促乏 如雷一如電 陰作如是觀 加持你沒有這個肉身 你沒有這個眼睛耳朵鼻子 你沒有想法的時候 那 事件 還存在嗎 你做個深呼吸 然後做個觀想 然後請你就回來 好 請你再看 老公 抱怨他很累 你覺得這個事情 對你來講 還很重要嗎 如果都沒有想念這些 當然就沒感覺不重要了 好 各位同學 這個就是轉念 因為我們有無感的關係 所以我們帶著覺知 但是覺知 他帶著內在的想法 好 所以如果 你能夠停止無感的連結 他會有一個很重要的釐清 外在的事件跟內在的覺知 情感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情緒是內在本有 不是外在的人事物所引發 你們同意嗎 你們同意嗎 同意 好 用你們的作為單 我們進入到下一段 你趕快翻過來 好 翻過來 上面這個就是一樣老公 對不對 這樣子嘛 這個是老公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你的情緒 對不對 我來感覺一下你生活比較多 其實他的心 比較多 所以煩應該比較多一點 你的心比較長 所以應該是煩比較多一點 心煩比較多一點 生氣的部分比較少 煩比較多 所以這個就會是一個憤怒又心煩的人生 又煩然後又怒的人生 各位同學你們都可以做得到這樣子 為什麼量身定做嘛 你自己的世界 你自己的身體嘛 好 然後呢 我們這個轉過來 轉過來啊 煩跟怒剛好都可以用什麼 哪一種比較正向的頻率取代 快樂 快樂 我們用洗就好了 好不好 那 當我把我的煩跟怒轉洗的時候啊 然後呢 他可能還是老公 對不對 如果啦 你願意用喜悅的心來看老公 請問老公會變什麼樣子 變成可愛多了 他就是一個可愛的老公嘛 不是非人的老公 今天呢 我們這個叫理念轉輪迴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個就是喜樂的生命嘛 所以你可以決定你到底用什麼樣子 內在的情緒 要去對外在做表達 內在是很簡單的很少的 然後很容易你可以決定的 所以一開始啊 他一直跟我互動 我說你管不好你的心嘛 所以那不快樂嘛 對不對 一開始他是這樣講的啊 我說你的心你自己都管不了 不就這個樣子嗎 但是如果這個事情它不能被改變 那幹嘛做在這個地方 幹嘛做在這個地方 所以跟修行一樣 如果修行不能改變你的生命的話 那你幹嘛要修行 你不要修行啊 修行不是讓我們有很多的限制 不是讓我們說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然後越來越害怕 然後越來越有更多的抱怨 不是啊 修行是讓你的生命更有價值好不好 然後更自由 然後更寬寬 這個就是你們手上的這張單子 所以當你在有一件煩心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這樣子想一想 舔一舔 你馬上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我現在後來把這樣子的過程 稱之為一面慘 所以外在的事件不處理對不對 感官是中心的對不對 所以唯一處理的就是你的情緒而已 情緒就是轉 有人跟我說師兄看起來有看 我一年啦 因為我等於看到我們人 我感官情緒過來 所以你看喔 請問啊 這個跟哪一個脹氣有關 心跟肝嘛 心跟肝嘛 所以等一下 他就要加強一下他的肝在這裡 加強一下他的心在這裡 然後呢 轉念對不對 然後呢 我跟你講 保證你對你老公的看法會不同 我們等一下證明這件事情 證明這件事情 證明這件事情 跟你老公一點都沒有關係 跟你有關 心肝不好 嘿 沒有錯 我們可以請你上來然後感受一下 你同意嗎 同意啦 會胸悶嗎 胸悶喔 還好 會不會睡得不是很好 對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那個部分有沒有 身心的地圖啊 心法嘛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的東西真的很簡單啊 但是他可能 你們聽第一次 會灰灰啊 抽解了 抽解了 我以前也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拼圖 但是我覺得我拼的都很重要 當你稍微融會貫通了之後 他就變成在你手中的可掌握的方形 這個就是短面單 所以啊 我們給大家 需要多久 三分鐘 夠不夠 還是五分鐘 我們寫一次好不好 給你兩張嘛 寫一次然後我們稍微簡單的討論一下 寫一張就好了啦 我給兩張 就是說一張你可以帶回家 本聰明的好工程 谢谢观看